来看到台中市无南国小 因为附近工业区人口急速增加 教室已经不足供给学生来使用了 为了保有孩童授教权 只能搭起组合屋来上课 地方明代就争取 并且由中央和市府编列一亿多的经费 要兴建校舍及幼儿园 解决教室不足的窘境 组合屋搭起的临时教室 小学生认真的听讲 会这么客难 因为学生人数增加 校舍不够使用 只能趁时搭起组合屋 让孩子保有收教权 那时候是规划九间教室 三间的专科教室 那现在都不够用 所以他们有一部分学生 就是四间的教室 是暂时利用组合屋来上课 这里是台中海线无崎区的 无南国小 校址就在台中港关联工业区入口 属于工业用地 而且面积狭小 当时在明代争取下 编列八千多万 完成目前的九间教室 及三间专科教室 但因为工业区人口急速增加 导致目前有四个班级 将近八十位的学生 没有教室可以使用 只能暂时在组合屋上课 而这几天 寒流来西起文奏降 海线风大雨大 小朋友都只能望着窗外 待在组合屋中 也没有风雨骚浪 能够出来活动 校舍一定要增建 那同时要增设 附设幼稚园 这个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 已经有通过 一亿一千多万的预算 要来增建校舍 就等于说第二期的校舍 所以第二期校舍增线完成 那这个学校校舍不足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二期校舍及副社幼儿园 已经完成规划设计 中央编列一亿多经费 加上市府八千多万预算 要替无难国校的师生 盖新校舍 解决教室不足的问题 也让孩子的学习路 不用在寒风中手动